詞曲 李宗盛 很多人會覺得我對很多事情看上去 其實我覺得我是看上去佛系 就是好像不太在乎很多事情 可是其實是很在乎的 我覺得那時候可能因為年輕 那時候可能是在賭 就是其實也沒有想好後面會幹嘛 我特別感謝之前那麼愛冒險不顧一切 然後就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那個自己 哈囉 國際在線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尤長靜 錄完整期節目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行動比較慢 其他都還好 我們在家務其實我覺得他做的會比較多 因為我在這個節目錄到後期 真的就是很真實的做自己 就不想動的時候就真的就說我不想動 然後他就還就是因為沒有人動嘛 然後他找我就去做這些事情這樣 所以我剛才會說其實他滿心酸的 所以我想給他99分 因為其實他也不想做我知道 我覺得沒有分析的點是因為 處女座的人很好 然後剛好我們兩個都是處女座 我們生日還差兩天 然後 雖然處事範圍可能就是有點不太一樣 可是我覺得思維邏輯還是比較像的 所以我在做什麼東西之間 我大概會覺得他應該會介意什麼 不介意什麼 然後我事先問 然後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分析 而畢竟鏡頭就開著 他太能花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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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明顯就是如果他做不好會嫌棄他 他太能花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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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呢 我沒有聽到 我不是很想這樣 有一點瘋狂 把不走都連不跳到最後的鏡頭 可謝你擁抱我 坦白說我不想去 我覺得最大的變化可能是安全感吧 我覺得在這一年半 從一開始沒有做好太大的準備 到後面的開始就是找到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自己適合什麼 然後慢慢的再往那方向去走 我覺得這是這一年半裡面最大的改變 我覺得是找到安全感 我是那種就是我這件事情 我當下我就想把這件事情做好 這就是我覺得目標都是短短短很短的 長線條的話現在就是想把這個專輯做好 然後至於專輯會做得多好呢 還是一個未知數 然後現在大部分的那個想法就是說 每一首歌我要把它做得最好 我覺得拼在一起那肯定就是最好的專輯 有沒有到最好的專輯 就是內心比較好的一點東西 就想合作藝人 我覺得所有音樂人我都想去跟他們合作 因為我覺得跟各個音樂領域的人 碰撞出來的火花是很好玩的 所以其實你要問我 我最想合作的話我都很想 可是最主要領域就是音樂人這方面 因為我覺得我這一條路還沒走到頭 我是很容易奮心的人 然後你有 如果你有 大家有注意看之前偶練的話 其實我也是屬於那種人 就唱歌走到底 就是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我懷念的是不願感動 我懷念的是不願感動 我懷念的是全對之人 我懷念的是你和激動 就不願要放著我的頭 我懷念的是你 我懷念的是你 最大的動力我覺得 這是一種熱忱吧 就是我覺得享受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享受當下這一點的話 那你不用去所謂的去堅持 因為你就是在 在很影響於現在當下的任何每個時刻 很多人會覺得我對很多事情 看上去其實我覺得我是看上去佛系 就是好像不太在乎很多事情 可是其實是很在乎的 壓力大的時候一般聽聽歌 然後跟身邊的人聊一下 其實我覺得只要有人輸到 其實身邊 就是很多壓力其實沒有想到那麼難 超能力喔 我希望這個世界每個人都有飯吃 因為很多地方真的 就是你懂嗎 其實他們 就是資源的問題 然後他們也過不來 然後也很難過去 就是其實大家每天都在 你看我們在想我們到底要吃什麼 他們說我們能吃什麼 他們是這個邏輯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有成能力的話 我覺得讓大家這個世界變得美好 未嘗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寶貝們 不管你們今天過得怎麼樣 要相信我 今夜總有一顆心是為了守護你而閃耀的 一定要熬過這個黑夜 因為陽光一定會出現在黑夜之後 總會有好起來的一天 抬頭看看天 我們都是一樣在路上的人 在平靜的時空裡 其實我們是相伴而行的 一起加油吧